可是聽到這位你會覺得很快 我神經衝動傳很快 然後到你之後因為有一個縫 所以速度被拖慢 然後速度被拖慢的話又不行 所以我們中間的距離就很近 對不對 然後距離很近之後 我釋放的聲音傳到物質給力 然後接下來你再往上傳 那你不覺得這樣聽起來有一點傻嗎 那我手直接搭在你身上不就好了 我們腳才拉長一點 直接撞到那個門不就好了 你就說不行這樣門會打不開 不是啦 不是重點不是這個 對啊 所以你不覺得很乖嗎 我們說有一個縫 然後縫又把速度拖慢 好 那我就讓縫橫向 那你這樣乾脆不要縫不就好了 你就直接接在一起不就好了 對 確實沒有錯 神經沒事就不會經過突出 因為經過突出就變慢 所以像我的大腦控制我說話 像你的大腦控制你的手寫字 這個一根神經離開脊椎之後 一根就到了它不行能突出來了 沒事不行能突出要幹什麼 所以你就大腦就手啊 拿去比他寫字吧 然後你的訊號就會下去 然後就走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就是脊椎的意思 聽得懂喔 然後脊椎的話 不是隨便都可以上下 高速公路要走 交流道才能上下 所以他就是走到手附近的 然後就下交流道 下交流道之後 他一離開高速公路之後 一條神經就倒 一條就倒 從今天就不換 因為我當然是要你說錯 你就說錯啊 哪有什麼傷亡的餘地 開什麼玩笑 所以一根就倒 就不要突出 所以我不是來說 你手上會有一些神經 例如說讓你手動移動 這個神經也很長 當然更長的應該是了 手動移動 一定是讓你的腳趾動移動 對吧 那個神經不是就很長 他沒事就不要產生突出 那如果真的要產生突出的呢 什麼速度會被你拖慢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跟你要接在一起 然後可是怕被拖慢 所以縫又很小 那你直接接在一起不就好了 真的耶 五七雀的動物就有那個 直接接在一起 就是我這個神經 直接接在你的身上 然後我的電就直接電給你 然後你就往右側 然後就往下電 那這種突出就叫電突出 那我們脊椎動物的突出 叫化學突出 原因就血管就算了 所以無脊椎動物就是電突出 然後呢 脊椎動物就是化學突出 好 那我剛剛有沒有開玩笑 我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無脊椎動物的電突出 是不是我電你 你就可以想像我的手 或者你可以想像我的腳 反正其實就搭在你身上 然後這樣子我是不是電 就直接電過來 你在這邊好好噴 然後有很多人的手搭在你身上 然後突然有一隻手 就給你放電 然後你就去往下電 好 那問題來了 那你覺得我們脊椎動物 感覺上在演化上 是比較晚出現的 感覺我們對於環境的因應能力 或者甚至是改變環境的能力 都比無脊椎動物還要再更好一些 那為什麼我們會是化學突出呢 我這樣講就是讓你去想 化學突出一定有 比電突出還要再更好的地方 好 來再回到我剛剛講 我們的神經要控制動氣 或者受氣把續集回放 這通常都是一根就到了 通常都是一根就到了 那但是呢 什麼地方會有很多獨處 中書裡面有很多獨處 我們的中書裡面 特別是腦裡面 有非常非常複雜的獨處 這個複雜的獨處 簡單的來說 具體呈現出來 就是你的記憶 就是你的價值判斷 就是你的道德 就是你的愛恨 就是你的情感 所以沒想到複雜的獨處 竟然可以出來高階的心智活動 那這個複雜的獨處 而且更大的重點 主要是化學突出 因為電突出的話 電突出是不是我電力就往下電 那化學突出呢 所以我是不是釋放神經傳遞物質 釋放神經傳遞物質之後 然後開你的化學敏感通道 然後就繼續往下傳 但是有人說我一定要開你的納離子通道嗎 我化學物質過去之後 我有沒有可能有一些東西 是開你的假離子通道 所以其實這個聽起來有一點怪 但是能電突出 它就變成電來只能電去 但是化學突出你電來之後 一大堆人的訊息都給我 我不見得真的就是會再電下去 所以它就變成是有選擇 有可能有不同 然後呢每一個圖處都有可能 有選擇有不同 具體呈現出來 就會是複雜多樣的行為 跟高階的形式活動 我知道中間很難懂 但是從神經源的基礎來看就是這樣 好所以麻煩就麻煩讚 那麼這些神經的網路是怎麼接的 還有神經跟神經之間的化學訊息 到底是什麼是怎麼傳的 所以化學圖處聽起來 基本上好像比電圖處還要混 因為電圖處我跑得很快 然後我去傳棒給下一個人 他去往下跑就好了 對不對 那電圖處的話就是這樣 化學圖處就是沒有 我傳棒給你 他傳棒給你 可是你全部接了這麼多棒之後 你不見得會往下跑 簡單來講是這樣